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宜兰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南澳湘前年受到苏拉台风过境的影响 造成多处路面坍塌以及桥梁受损 县政府争取了3亿3千多万进行11件的附建工程 目前已经完成了事件 县长林同学特别来前往了解执行的情况 南澳湘前年受到苏拉台风过境影响 造成多处路面坍塌以及桥梁受损 县政府向行政院争取101年苏拉以及天平风灾 水土保持工程以及其他浓水路工程 等两类附建工程经费专案补助案件 在南澳湘执行的案件总计有11件 总经费为3亿3398万元 目前已经完成了事件附建工程 而其余的预计在103年4月下旬陆续完工 县长林同学为了了解执行的现况 特别请往南澳湘专案实地会刊 除了听取执行单位目前的施工进度简报 并请以部落安全来作为重点 从101年相关的灾后附建 配合水保局配合乡公所 在地方要求的安全 包括提防的整建跟边坡稳定的工程 我们总共投入了中央跟地方 包括公所总共有4亿多的工程 那目前进度村民比较关心的 还是输军要达到一个安全的标准 同时有一些没有在附建工程 要把它保持完整性的工程 我们除了几个河段 边坡的部分 我们尽快把它做起来 同时災后附建工程影响部落里面的道路 我们也要恢复 我们希望这些工作都能够在 这一两个月里面赶工来完成 那么今天看到很多工程的品质 让大家也都觉得 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验收 不过村民对相关的工程品质 都相当有信心 让我们这个附建工程 做得非常的顺利 这个部分当然有赖于 很多的经費来源 都是要靠着我们中央 因为我们乡的自首经費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这一次 除了我们提报计划以外 县武这边 寄出了很多的经費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站在我这个乡长的立场上 也特别代表我的乡亲 更感谢我们的县长这边 给予我们更多更多的协助 尤其水利会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去水口 我们这边种田的这个部分 这个水利会这个路线 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这个顺利 让我们的农民能够去使用到的 这个水的这个部分 为了能有效提升南澳乡农业经济 以及产业转型 县长林充闲 希望透过成立农业产销班 针对南澳乡特有的农产品 例如断木香菇 山苏 米 以及蔬菜等等 朝向无睹耕作 有更多推广行销的机会 并请农业处 输澳地区农会协助补导 宜兰新闻记者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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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观看